好,那spin的這一部分,我們還有剩下一點點 因為上次,徐娃姐有做問卷嘛 所以我們講到這裡,沒辦法講完啦 那我們討論,我們來討論這個結論 你們知道這個結論,你們看 如果t等於π的話,這係數等到多少?cosπ,cosπ是多少? 負1嘛,負1,然後再前面1,所以差不多等於1 對不對? 那如果等於2π的話 2π等於0,所以1-10,所以等於0 所以我們這個量是怎麼樣量?是個震盪量 它在0跟1之間怎麼樣? 因為cos,cos是最大值是1,最小值是-1嘛 所以它是在0跟1之間震盪 那震盪頻率是哪一個? 啊? 頻率啊,震盪 這是震盪頻率嘛 所以它是以Om1的震盪頻率,在做上下擺動 自然向上,自然向下這樣怎麼樣? 這樣輪流在轉換 那轉換的頻率決定於Om1 那Om1決定什麼? 決定V1 決定你們小智常 所以你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你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就要根據這些原則去做 你們不要把那個Om1換為調太大 調太大的話 你就得不到你所要的答案 就你們要... 那利用這個實驗方法 我們是可以測量這個 對齁 我們再把那個... 我們要把0二公式 我們把V 我們把它改寫成這樣子 那 這是常數 系數常數 V0也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V0是已知,對不對 所以 這是我實驗的前提 我第一點 我先設好 這是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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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測量 Om0 什麼樣得到 就共振頻率 共振頻率在這裡 這是共振頻率 我測量共振頻率的話 得到Om0 我測量 我先這樣寫 知道我寫的意思 公振頻率 公振頻率在這裡 兩倍的Om0 然後你把公振頻率除以2 然後躲到Om0 那帶到這邊來 你就可以把Z組 測量出來 知道知道誰的意思嗎 蛤 還在問G GFactor 叫German ratio 就是這個比例啊 儲偶局 跟X之間的比例啊 當然還有其他常數啦 G我們上次寫過 差不多2.00幾 不過現在就是 不過不要忘了 很多 這個實驗方法的測G 很多被誤用了 因為 我們知道 我們推導到現在的話 這個功是怎麼得到的 我們是假的只有電子 沒有其他影響 這樣聽說沒有 我們在得到這個結論 我們只有一個 自由的電子 自由電子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但如果不是自由電子的話呢 這情形就不一樣了 但現在很多人都亂用了 就是不管 不管什麼樣的情況 都這樣算 你們的課本 你們的課本就是說 我們師篇講完以後 接著是講那個角動量的相加 但你們書上 比較簡略啦 尤其是 自選部分還好啦 自選跟軌道 軌道跟軌道之間 你們書上就寫得很少了 這些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會補充進去 我會補充 就是說你們的書上的第十章 這第四節 那所說我們講 兩個自選相加 就是我們有兩個電子 兩個電子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它的狀態 會形成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有兩個電子 每一個電子都有它的自選 S1跟S2 那我們有三個分量 我們有三個分量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 個別分量之間 個別的分量之間 滿足是 對commitation relation 我們有這個 那另外還有這三個 我們六個 那其他都是0 這個別是我們原先已經知道的 那我們現在要求那個總自選 我把它寫好一點 我把它寫好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總自選 那總自選是等於 是不是 那我們把那個 把這帶進來 那下一步呢 就是把這些算符把它盛開來 我們就得到 我把那個 我這邊已經把其他 消掉的部分 我沒有寫了 他們彼此之間 1跟2之間 是彼此是怎麼樣 是commute的 就1跟2之間 1跟2之間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那些部分 我都把它怎麼樣 把它抵消掉 都消掉了 所以我就沒有寫在這邊 不過你看這邊有幾項 這邊有四項 這邊也有四項 總共有幾項 總共有八項 這樣清楚嗎 總共有八項 然後我把其他 我這邊剩下1、2、3、4 剩下四項 我把其他四項怎麼樣 人家commute的部分 先把它抵消掉 我就沒有寫了 那這個變成什麼事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你用相同的話 用相同的方法可以得到 所以我們有這三個 commutation relation 這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關係 就是說 總自然的分量 總自然三個分量 也滿足怎麼樣 滿足相同的 commutation relation 跟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 跟這個commutation relation 是一樣的 這是總自然 那這個特性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有什麼現象 就這三個 1、2、3 這三個commutation relation 告訴我們有什麼 告訴我們有什麼現象 就忘掉了 當講到那個 角動量的 三個分量的時候 滿足 有這三個commutation relation 我不是特別強調嗎 相同的commutation relation 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得到Sz Xe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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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z 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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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z 這一定是負的X,然後再加1 這規則,我們在講那個角動量的時候 我們得到那個,我們再複習一下 如果L,對不對 L平方的I根位,L平方的I根位是L的話 LG是多少 M,對不對,還繼續的 那M是從哪裡到哪裡 從負L,負L加1,然後多少 負L加2,然後一直到最大是多少 相當規則,相信怎麼樣 我們這個結論怎麼得到呢 我們這個結論怎麼得到呢 然後它是L加1的特性 那這是MH bar,對不對 那M是這個值 我們以前是得到這個結論,還繼續的 那我們這個結論怎麼得到的 就是因為,以前L的三個分量 具有怎麼樣,相同的commutation relation 還繼續得 我再把它寫在這邊 這三個commutation relation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還繼續的 你再複習一下那一章 我們當然我們經由這兩個算谷 我們經由這兩個算谷 我們得到這些 得到這些 得到這些 得到這種量子化嘛 相同的 我們也有相同的怎麼樣 我們也有相同的什麼 the commutation relation 所以我們也可以得到怎麼樣 我們也會得到相同結論 這樣講清楚嗎 我們會得到相同結論 就每次都跳1 你看,負也的負也有加1 一直都從1一直往上跳 這樣講清楚 我們也可以得到相同結論 那我們現在要知道就是說 S平方 以前是L平方嘛 我們現在是要知道 大S平方 總助選的平方 的算谷 它的I跟V是什麼 還有 總助選的積方向的分量的I跟V是什麼 這是我們下面要求的 那在做這之前 我們把一些符號簡化了 以後 我就用這四個符號 來代表這是第一個電子 這是第一個電子的 我這邊寫1嘛 這邊寫1 第一個電子的 第一個電子的怎麼樣 自旋向上的 這第一個電子自旋向下的 這樣會嗎 那底下這兩個是第二個電子的 沒有問題 沒問題 實際上我們就得到 S1的平方 這是 就照這個規則 這邊是 以後平方的I跟V是 L乘向L加1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電子自旋 角量的2分之1 所以我們帶2分之1進去 所以2分之1乘向2分之1加1 H8平方 然後 1z z方向分量的 我們得到 這是第一個電子的 這等4分之3 就是說這四個狀態 是 s1平方 s1z s2平方 s21z 它的 eigenfunction 然後 eigenvalue誰在前頭 這是 eigenvalue 這是 eigenvalue 這是 eigenvalue 那這四個狀態 我們可以組合 組合從四種 就是說這邊有四個狀態 有四種狀態 對不對 那你可以組合從 組合從四種 四種形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2乘2 對 這 我這樣誰應該都知道 這第一個電子 第二個電子 第二 這邊是一上一下 這邊是兩個都是負的 兩個都向下 那我們 這四種情形 我們先看一看 它的 z方向的 我們先做這個 一二三好了 我們四種情形 對不對 我們先做第一種情形 我們看s1z等多少 我們現在目的 目的 是在求 總自選 總自選 激方向分量的 怎麼樣 它的 eigenfunction 和 eigenstate 對 對 我們做看看 這是等於s1z加上s 對 我們做看看 這是等於s1z加上s 對不對 對 然後 這是做用到哪一個 對 做用到第一個 所以它的 eigenvalue呢 在左邊 所以是等於 二分之一h bar 對不對 再加上二分之一 所以等於多少 等於1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 所以h bar 所以我們就知道 第一個狀態 就第一個狀態 sG的 eigenvalue 是多少 是h bar 也就是1 所以我們說 用m表示的話 所以 如果用m表示 它的量子數的話 m等於多少 m等於1 用m來表示 sG的那個 eigenvalue 它的量子數 所以我就選在這邊 sG 對不對 我們如果寫成這樣子的話 m是等於1 這不有問題 然後我就寫 我們看看第二個 其實這很容易 你們猜等於多少 所以等於0 因為一正一負 所以等於0 3 3 對 那第4 第4 我就直接寫答案了 所以我們這四個狀態 這四個狀態 都是怎麼樣 都是總字選機方向的 eigenfunction eigenstate 然後的 eigenvalue是1 然後0,0,負1 對 但碳門數是x平方的 eigenstate 這四個是不是x平方的 eigenstate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看看 其實我們可以做看看 其實我們可以做看看 在做這之前 我們用 用什麼樣 做個別的 eigenvalue 還繼續的 我們叫做 eigenvalue 還繼續的 那其實這等於是個別的 那另外一個是x 等於個別的怎麼樣 個別的 legend over here 是等於個別的legend over here 相加 落臉 就是等於落臉 我回的相加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那個 這四種狀態 我們先看 它的x平方的 eigenvalue 我們先看多少 我們看x平方 我們先看這個 那你這x平方是嗎 對 對 沒有算 那是結果 那我們是要算 我們是要 不是二分之一 這是總字選 是x的平方 加上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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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繼續的 還繼續以前那個公式 這是 sx平方 加上y平方 可以換成那個 落臉 有沒有記得 我們來看 我們先這樣做 我們倒過來做 s 對 我們先個別的 我們先看這個等於多少 好 我們把它帶進去 這是 s1 2加 然後 是不是 我們先看 我們先做這個 我們先做這個 然後再 再換成 換成的s平方 OK 那這等於什麼 這是 對不對 那你可以得到這個答案 我把 其實你們自己做看看 我把最後結果寫出來 我把它寫出來 你們會不會做這個 我把最後結果寫出來 我把最後結果寫出來 我主要是x平方 這是x平方 這是x平方 等於這 你要記得這個公式 你從這三個 可以推到這個出來 你們知道這個意思嗎 這是第一個電子的 這個第一個電子的 那個x平方 像分量 你們先把這個算出來 你們可以 你會推到這個公 你先把這個算出來 這兩個算出來 那 這邊就會有這兩個 OK 那我們現在 作用到 作用到這個狀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等於x1 對不對 OK 那我們看看這等多少 這支用到它等多少 在這裡 x1平方支用到這個 等於是多少 43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4分之3 這個呢 這是作用到這個 等於多少 一樣的 4分之3 OK 這個呢 這個多少 這個作用到它是多少 對 對 正的2分之1 這作用到它 也是正的2分之1 就是4分之1 4分之1在乘上前面的2 變2分之1 單位 單位是h bar平方 我就沒有寫的 這單位 單位是h bar平方 我寫它前套 好 好 我們再看這個 這個作用到它是多少 你們告訴我答案 你們告訴我答案 這個作用到它是多少 不用看 不用看 不在那邊 這個作用到它是多少 這已經是up的 這要往上升等於多少 等於0 都忘掉了 這已經最大值了 我們知道 這算 這次都已經有up的 這已經有up的 有什麼作用 要把它往上怎麼樣 往上再升 但它已經最高值了 對不對 所以是多少 是0 所以這是 所以這項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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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也一樣 這個呢 作用到它 也是0 所以就是 所有這三項而已 好 所以你們看這結論是多少 4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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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3 2分之3加上2分之1 蛤 對2 好 所以這告訴我們說說 s平方作用到這個狀態 第一個狀態 好 這邊的第一個狀態 你看 s平方 適用到它第一個狀態 它i跟位置是多少 是2 是2 然後x bar平方 然後 i跟位置是2 x bar平方 我們如果用這樣寫的話 相當R等於多少 我如果換個s 相當x等於多少 2對不對 x等於多少 x等於1 相對嗎 所以這告訴我們 這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狀態 第一個狀態 sg的i跟位置是多少 是正1 s平方的i跟位置是多少 就是x等於1 所以它是x等於1 然後m等於1 m等於1的狀態 這樣接著了 好 好 然後利用這個狀態 我們可以得到其他的狀態 那怎麼樣得到 我們利用 我們可以知道第二個狀態 是什麼樣的狀態 OK 好 那在講這之前 我還是把這個證明給你們 好了 我把這個證明給你們 好 是兩個 它因為它總角動量 嘛 所以兩個特別角動量 之合的怎麼樣 都點成嘛 好 那這個可以寫出 這是等於 s1平方加上 s2平方加上 對不對 對不對 ok 那其實這兩個 這兩個是可以對調的 所以其實 其實這可以選成兩對 就x1跟x2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它是commute 所以可以 數據可以對調 好 那這個是等於 所以我們這項 x1平方加上 x3平方加上 x1g x2g 然後 後面這兩項 xy部分 xy部分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個xy部分 你可以證明 你可以 你可以自己展開 可以寫成這樣子 對 這個公司跟以前 我們在推導那個 鬼刀掌握 那樣是一樣的 好 我們這邊 我先把那個 因為我時間快到了 我先把這個順序高 是怎麼做 以後我們的 角動量相加都用相同的 相同的步驟 你看這個步驟是怎麼樣 我們先把最高的 最大的 s等於1的 然後m等於1的 我們先把這個狀態找出來 就最高的狀態 就是m是最大的 s是最大的 我們先把這個找出來 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 丟兩個都是 兩個都是最大 子 這最大 1分之1 這最大2分之1 我們先把這個狀態找出來 所以這裡先是 I am stay 然後我們 我們再利用 一直往下 怎麼樣 一直往下降 這樣可以了嗎 以後我們講到 角動量 角動量相較 我們都用相同的步驟 怎麼樣 把所有狀態找出來 這樣可以了嗎